哈喽大家好,我是脑袋会发光的灯泡先生 大家都知道,因为灯泡先生脑袋会发光啊 所以是人群中最亮的仔 那么你们知道,银河系最亮的仔是谁吗? 古时候,人类误以为自己是世界之主 神创造了人类,人类便生活在世界的中心 日月星辰都围绕着我们而旋转 直到人类踏上太空,彻底击碎了我们过去的观念 告诉了我们人并非是神造 地球太阳也在围绕银河系中心旋转 也根本不是所谓的世界中心 地球绕着太阳转,太阳系的中心是太阳 太阳也在围绕着银河系中心旋转 银河系直径有16万光年 中心厚度为1.2万光年 由1000到4000亿颗恒星 大量的星团、星云及各类星际气体、尘埃等组成 因此,银河系中心有什么? 为何能使上千亿颗恒星围绕着它旋转呢? 太阳以及其他上千亿颗恒星 都在环绕银河系中心旋转 其原因并不是银河系中心 有一个超大质量黑洞 大马座A 而是整个星系的引力中心位于银星 这也是银星之所以是中心的缘故 人马座A的质量与银河系总质量相比 差了很大 其引力不足以控制所有的恒星绕其运动 换句话说 就是黑洞吸引中心区域的恒星 再由这些恒星将周围的高密度恒星束缚住 后者的引力又牵制着更远的恒星 一层一层的叠加模式下 也就使得银河系的框架越来越大 逐渐形成了现在的样子 但是科学家们计算以后 发现其实就算是把黑洞和附近的层层恒星相加 这种方法固然有着一定的作用 但是银河系实在是太庞大了 这点引力作用完全无法让银河系的恒星们乖乖听话 科学家们认为 可能是银河系中存在的暗物质的作用 暗物质是宇宙中非常丰厚的物质 人类虽然无法直接观测到它的存在 却可以通过间接的方式估算出它 这些暗物质或许就是维持着银河系整体框架结构的重要因素 也正是因为它们银河系才能以0.005%的星星黑洞重量 将整个银河系安排妥当 而不会散架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在银河系中 银星因高密度分布的大型恒星的存在而光芒万丈 成为银河系中最亮的仔 而银河系中心 巨型黑洞所产生的强大引力 吸引着两千余颗恒星围着它转动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